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天 这支笔其实我三月多的时候就订了 然后那家店我就不说了,拖到现在吧,就六月多 然后还没给我发货,没发货也就算了 然后就退款了,最后就换一下买了 店我就不点名了,真的气死我了 不然本来三月份就下手了,然后搞了现在三个月 以后不在那家店买东西了 好,那我们直录整体,这支白金Curdies 白金Curdies的话,首先这样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笔盒的设计 为什么这么讲,它这个的话就真的有点像笔 就是白色笔画出来的那样子一个纹理了,但肯定是印刷了 这个是不用想了 然后整个盒子来讲的话,设计上真的非常到位 图片上来讲真的也是非常的好看 然后本身是港笔嘛,然后它这个图案就非常有笔的那种感觉 然后其他的就部分也是非常的一个简念 然后呢,再下来我们先把盒子给打开,对 那这个盒子我们先放一遍 好,再下来呢就是这样子有点是不是指纹收集器 我还真不知道,我发现日本的盒子很喜欢用那个塑料啊 看起来好像很高档的这样子一种效果 但是我个人觉得倒是还好 倒是它这个字吧,上面是有一点点的那个凹凸 然后再下来就是Japan,然后一组要求 那应该是白金的那个年份 然后打开笔和引入眼帘的,对就是这一支笔 然后再下来,果然这个墨囊 然后这个是干什么用的,让我看一下 这个不知道,等会研究,我们先放这 然后这个是那个吸墨器,那吸墨器我们也可以去打开一下 那个拿一下 哦,白金的吸墨器真的是出,第一个就摆热的吸墨器绝对是最棒的 然后再下来就是白金,然后再下来就邪热 日参加的那个吸墨器在我心中的排名这个是 然后再下来了这个盒子 哦,下面还有一个这个的英文 然后这里的话也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叫什么 这种叫一个一个金吗 加强作用应该是没有的 然后我说明书啊,非常把握,非常喜欢啊 但是还是一样就是啊,我平常个人是不收盒子的 然后突然来一个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有点啊,怎么讲呢 受宠落金吧还是,但这个的话还是很感谢 这个应该是塑料,哎呀,断了吗 嗯,好像是被我弄断了,刚刚你拿的一下 是不是那个白金的那个,呃,什么 就是太太赶了,然后导致这样子的 好,先不管了,我们照样去看一下啊,这个啊,纸片的 好,反正不影响,我们先把它这样子塞进去 然后盒子放一边,然后这样子下来了,嗯,我们先把笔给拿一下 我买的是那个透明的,然后是这个,EF间 那这个我先拿出来一下,然后把这个牌子给放进去 哦,非常的给力,好,速度带也拿走 好,那引路眼帘的,哇,非常透的一支笔 那上来的第一件是,那必须把一支差不多 那个别的就,别品牌的释放笔去对比一下 好,那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透明的透彻度啊 那透明的透彻度来讲,还是百利金最给力 就是论杆的质量来讲,暂时应该没有一个品牌能跟百利金那一个 呃,匹配的,那你看这通透度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那看一下左边,再看一下右边 在我们拿这个部分来对比吧,可能会好一点 那明会觉得明显会觉得说那个百利金的这个 你看这个通透度吧,会好很多 而且里面因为没很少这种金嘛 然后整支笔出来你看百利金的那支就很干净 然后白金的话就相对来讲就没那么的干净了 好,然后再下来了我们必须一样的那个对比一下 等会我们再研究这个怎么用 因为通常我测比我都没有研究过 我是直接拿上手直接就那个测 好,再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万宝龙的146 这个是百利金的M800 好,再来 我觉得这次很多人都想那个拿来看一下对比的 那这个我到时候会跟那个 灵兰的那个910 好像是叫910吧 然后三支去对比一下 然后能看到的一个是那个 这个笔的一个大小来讲应该也算是一个大笔的一个粗细了 只是这支笔拿起来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大气的 不像Ls的这个啊 像那个观众就感谢观众给我普及一下 这个是12代不是11代啊 非常感谢 嗯 再下来的话 这个笔的话就是相对来讲是少了这一三支的一种那种什么高级的一个感觉 然后笔的话我们先放一边去 然后再下来对比的有一个有一个对比就是它的一个笔尖 那首先按一下是 啊可以 然后再这样啊 嗯 还可以 但是笔尖好小啊 然后对比一下这个 哇还是capless的这支比较给力 那能看到其实这么看的话 两支笔尖其实是差不多大小的 但白金的这个显得大一点 而且白乐的这个它比较扁比较小的那个尖嘛 都会或者我下个对比视频的时候 我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啊这种笔尖的话 反而白金的反而是有点突破性去用了这个飞机尖 然后我买的是那个呃EF尖 好那笔我们先放一边 再下来的话我们 先看一下这支笔吧 首先整支笔的话为什么买透明呢 那很简单的 没货别的 那我不知道这次那个是怎么回事 然后上面的这个 这个清测度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个电镀的一个清测度 那电镀的话这个质量那肯定是百利金和那个万宝龙肯定是最好的 这个基本上不用去考虑的 然后再下来的话它这个比较我个人觉得还是很花心思啊 你看这个呃 你那个锐利度的话还是ok的 但是没有万宝龙的那个那么轻 那我们能看一下呃我拇指的这个位置 你看有点虚万宝龙这个稍微来讲有点也虚但是没有那么的虚 再下来呢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那个对位或者防防滚的吧 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东西也能防防防滚了 啊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再下来的话这些地方都相对加金了 那我觉得比较美中不足的一个部分 那然后这些东西也增加它的廉价感 再下来呢有点必须要点赞的 就中间的这个部分 他用了一个银色的那这个部分 显得整支笔的一个非常高级 如果幻想一下里面的是塑料的话那 差别肯定会大很多 而且整个透明看到一个结构吧 就我觉得应该capless好像是没有示范版的 这一支应该是少数的一个示范 然后再加一个无帽的一支钢笔 啊能看到整支笔的一个运动轨迹的话 这个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一个机械感 然后这个按压的结构 跟平常的一个按芯的一个圆珠笔 或者是那个中性笔是一模一样的 你能看到下面的就是这样一写一写的 那有心有注意过那个原子笔的观众的话 就按压的那种 你看到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说放大了放大了而已了 然后这个笔的话这个晃动我觉得正常的 这个没有办法 然后这个有点小晃动 然后再按的话手感来讲非常的清脆 对吧 好 然后再下来了其他的部分 我可能再这样子放细一点给大家的去看一看 啊这里有一个那个courdeus的一个字 那这个字的话估计没多久的话就会那个掉了 这个是因为是印上去的 然后这边啊 这边还有一个pandium made in japan 反正就是各种细节 反正就是这支笔怎么讲呢 呃定位很廉价 虽然说我认为它价格挺贵的 那如果是这个价位 其实都可以去选3776或者是 嗯直接上那个百利金的那个m200了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用200多一点 好那个扯了那么多了 赶紧来量一下这个呃体重 因为这一支的确是白金的的确是 真的经过一个深度的考量了 你看就现在量秤那我可能视频应该也有八九分钟了 好重量来讲的话中规中矩24.1 那平均在平均的一个重量值 好然后再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先吧 看完这个笔尖我们再来说 我再打开这支笔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是怎么样的 那反正一样 那个有什么我讲漏的 麻烦帮我那个补充一下 感谢感谢 我这个是EF间的 你能看到那个伊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细 然后再下来的话 我不好意思 然后中缝的话看起来也非常直的 因为是飞机间嘛飞机间那相对来讲也比较容易达到一个好的一个品控 好侧面的话有点圆 然后那应该是不会像那个白金的EF一样 那种瓜子感那么的明显 伊丽的话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整齐 但是我不懂为什么我这个的一个笔尖是歪的 那我可能需要去我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奇怪了 这个啊现在又好一点了 反正调一下就好了 可能是赶工吧还是怎么样 然后就歪了奇怪 反正也影响不是很大 反正照样可以用这个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侧面是这样子 那再下来回到正面那反正就非常干净的 然后一个白金的那个P 然后再加一个EF的这样子一个字体 好 那这个那比的话大概就这样子 那我们先来把这个给悬开一下 然后这个应该是 诶 难道是这样放进去吗 诶 不对 悬出来的 也不是这个我可能哦 这样子然后这样悬 然后再这样子捞出来啊果然是能看到吗 刚我我是看那个结构的 那你看这里它是卡在这个地方 那我就我就知道是这样子 好 那再下来哦整支笔这样子哦 这个廉价感就相对来讲非常的明显了 这个廉价感就很强了 好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个笔夹是笔夹应该是可以拔出来的吧 或者看一下笔夹是应该可以拿出来的 这个压下来 那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真不知道了 这个 我是不是该回去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然后它是里面讲什么的 嗯 只好拿一下那个说明书了 那这支笔的一个质量感觉是 不知道是不是我人品不好还是怎么样了 好 果然是果然是那这里是这样子跳出来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 嗯 呃看一下 嗯 好的 然后这个职业是吧 好 我真的是 这应该是有时以啊 有时以来我第一个视频 然后我是真的去拿这个说明书来看的 好 然后这样子扭 然后再哦拿出来 然后这个的话再把新墨器给灌上去 好 选开哦 这样子 了解了解 不错不错 然后再下来这个是好像也 然后再这样子把这个给按上去 哦 这样子整个套 好 它是不是为了遮住这个金色的一个 啊 什么遮住一个金色的这个 吸墨器 所以才这样子 白金的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一个 呃 黑色的一个 就 啊 银色的一个吸墨器 哦 这个是这样子用的 是这样 我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的话 首先是比较导向器 然后 呃 这个地方按 那我是直拔吗 应该不是 它应该是有个地方给我这样子去 推出来的 看一下这个 嗯 难道是 嗯 也不像呢 不不太敢拆耶 这 好我 我研究一下 好的 我又回来了 那看了一下以后吧 大概知道怎么用 但是我没干拔 呃 这样子往这个一啊 一压下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 你能看到上面这个圆 他就这个比较的话 他会翘起来 就是现在的话 他这里是靠这个和这个地方 然后再加这个 嗯 呃 他说的这个叫什么啊 呃 这个什么 笔甲导向器 然后呢 就是固定的 那这个一按的时候 他 有个斜面吗 一按顶开 然后这个地方 他是指的是要这样子去施力 然后去推出来 那这支笔的话 可能他是考虑到那一个就是 呃 很多人不喜欢有那个笔甲是歌手吗 就是这个比较歌手吗 即使我现在用那支LS的话 也是有同样的这个问题了 那大概就这么用 我就不拆了 然后他应该是这样子考虑 然后就决定说 加了这个东西啊 非常的贴心 然后呢 这个反正就啊 先这样吧 啊 我就无所谓了 要因为这个也不真的好拆啊 我就算了吧 呃 平常我也不怎么拆笔 好 然后这个我给他先给装进去 先感觉这个结构吧 好脆弱 这个给我的一个感觉 然后一捏 然后我撕下啊 然后整个装完墨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后面有一点点这个凸出来的 呃 这个我不太懂 为什么做这么长呢 其实短一点也可以了 我有可能是那个行程的问题了 他压下去的时候 他需要这么多的行程 所以这个笔尾就变成说一定要这么长 呃 这个细细研究才知道 然后下面这里 他也是有一个防漏墨的一个装置 哪能看到这里 打开了 他这里就这样子直接打开 然后笔给推出来 然后再按下去 再收回去 哪能看到吗 这个好 那整支笔大概就先到这里 那迫不及待 我先去上下墨 好 这个的话 我估计能不能直接上直接上墨了 啊 他这样按的话 他没办法就是固定啊 对也正常 那这个每次上墨的时候 他比较麻烦 他就要这样子拿出来 然后呢 这样子旋转 然后这里看一下光墨窗啊 好 灌墨窗上了一点墨了 不知道明不明显啊 好 那一个下再下来 我们先 把墨放一边 然后拿下一张纸我给擦一下 ok 然后这个反而他这个总成就 这个廉价感是真的挺足的 说实话 这不是黑他 这确实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好 然后这个给他给这个地方好像有时候不是很顺了 这个地方 好 然后再下来就这样子 ok 啊 先这次买的这家我决定也不在这里买了啊 也是醉了 好 那一个我们先来试写一下看一下这个效果如何 比较的话 嗯 怎么讲呢 有机会我再来拔 哈哈 好 演奏 会 哦 很多人就说吧 那个说我写字不用加速 那我就不加速了 现在就开始啊 当这个EF肩吧 写起来的时候吧 我个人看起来好像没有瓜子的感觉 没有像3776那个这么明显了 然后就是我试一下压一下这个轻轻一点吧 先 拿着压一下这个肩 我下手通常不会太重了 可以 这个顿挫感还是可以的 没有到瓜子 顿挫感还是ok的 然后还是一按了两句 细是真的挺细的 出墨来讲也很节制 对 出墨也算是比较节制 你看这个墨出的真的不是很多 好久没有用这种 EF肩的钢笔了 真的 怎么讲呢 就 好细啊 真的是感觉 好 再下来我用一下这支吧 这支跟平常那支是一样的 就平常我用那支一样 我有好几支 然后我 哎 不会没墨了吧 有墨有墨 这个也是那个0.5的 一个圆珠笔 因为普通话跟粤语它那个翻译不太 一样 那就对 我通常看哪一个顺位就用哪一个了 然后看得出来这个是怎么讲 0.5的话 反正应该是我的墨水问题了 因为我是用那个追喝饼的墨 那墨水来讲的话流动性是非常高的 就是快干墨水嘛 那流动性很高的话 那相对来讲出来的墨也比较粗 但是能看到两个粗细其实是差不多 因为这个的话 我拿一下平常用的那个水性的0.5 这支我记得是油性的 那这支你看也是0.5 但是你能看到就粗细 我再写一遍了 能看到完全的两个粗细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墨水不一样 要么就是说这个是0.38 但是我记得这一支是那个水性笔芯了 然后这个的话我就不太确定了 因为这一支好像是 呃 那个waterman的一个本身的那个笔芯了 然后另外这一支的话 它不是它是个替用笔芯 好 那大概能看到了 粗细来讲 基本上也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因为笔尖够细吗 呃 反正所有笔在我手上用基本上差没有说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因为我本身不不链字 然后触摸非常节制 跟百乐一样来讲 跟百乐一样就是 这两个品牌的东西都很细 但是百乐百乐触摸很大 白金的话触摸比较细 那总体来讲这支笔非常的有一个特色 但是这个价位来讲 我个人觉得还是偏贵 对 那如果是说你接受说这个你喜欢按动的 然后你不想要这个笔夹的 那这一支倒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你说呃 我喜欢的那个 capless的话 我喜欢我这个比较我ok的 我觉得不搁手 那我觉得的话就你看真的看外观了 因为用起来的话 反正我个人的话对出戏要求不是很高 那如果说你一定要极限戏的 那选白金是没什么大问题 好 那今天的那个评测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我漏奖的麻烦帮我留言一下 或者帮我补充一下 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那个感谢那个微信观众群的一个支持啊 经常催我更新啊 今天就给你们更新了 好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次见 拜拜